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讲一下仿车轮 也就是这样的轮子 单轴的仿车轮的怎么说呢 也不算是练习的方法吧 就是一个抛头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给大家分享一下 和上期一样 这次的整个流程又是源于 喜马诺春田机的2020年 就是去年的最新的一次鱼具展的讲解 它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就给大家讲解它抛头的一些技巧 和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这里我就把仿车轮的部分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有帮助 好的 首先就是 我们上次讲的水滴轮是一样的 抛头呢 都是运用这个干肩的弹力 包括过头抛也是 不会把它举到干的很后面 就运用这个干肩的弹力呢 把它压住了之后呢 释放 然后它就是这样出去的 仿车轮和水滴轮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它不太容易炸线 所以呢 我们尽量的弹道会追求一个直线 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水滴轮如果这样直线抛出去的话呢 非常容易炸线 抛出去就炸了 所以呢 一般我们会有一个弧度 但是仿车轮因为不太容易炸线 所以我们尽量追求一个直线把它抛出去 给它一个干上有一个压力之后呢 直线把它抛出去 好的 一般抛头的比较好的人呢 就会是这样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呢 嗯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很多人在压线的时候啊 到底压哪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一般人就会用像这样 第一根指节的这里来压线 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来压线 这样压线呢 对你释放来说 你的timing很难掌握 因为你需要把整个手这样放掉 就不是很舒适对吧 而扔的好的人是怎么样的呢 真正抛的好的人在哪里呢 当然抛的好的人不是指我啊 这就是村田基硕的啊 就是在这里 我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手的前面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被压变色的地方 三分之一的地方 用这里来压线的话 你的timing就非常容易掌握 因为你只要这样轻轻一松 它就放掉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就是以三分之一的地方 但是我这里要补充一下 这是对右手来说的 左手的话呢 大概压到这个一半的地方 就可以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 左手抛头 就压到一半的地方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样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东西了 我们的仿车轮 它是只有右手选手的 也就是说只针对右手抛头的人 来设计的 那这样很多人就要说了 这个防车轮的这里的把手 不是左右都可以换吗 那左撇子换到左边来不就好了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左手也可以抛 但是这个的旋转方向 只有这么一个方向 线背的旋转方向 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只有一个旋转方向 就是像这边的 所以就导致什么呢 你如果右手的话 它是像这边旋转的 你把它抠住之后呢 你再拉这个 它就可以卡在你的手下 三分之一的地方 如果你是左手的话呢 左手的话 因为线背是像这样松的 你如果拿三分之一的地方太短了呢 你一抠线背可能线就掉了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左手的话呢 大概就在一半的地方 右手的话呢 就是尽量的少 三分之一的地方 把它拿住之后呢 这样你的timing呢 就很好掌握 记住啊 三分之一的地方 看到没有 然后给它一个线上一个压力 然后直线抛出去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说第二个细节 就是握柄 这个仿车轮的设计啊 它只有二指这么一种握法 就是两根手指在上面 这样 把它握住 抛头的时候 只有这么一种设计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如果是一指的话 你的手不好按线背 至于按线背 为什么没有我们要按线背 以及怎么按线背 我等会儿再说 你的手不好按线背 如果是三指的话呢 首先你的位置就很不舒服 对吧 其次你握住了线背之后 你每次打开的时候 线背的这里和这个线 就会有摩擦 啪这样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样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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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摩擦呢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你断线 所以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二指 这样你既容易按线背 拿住了之后呢 也不会有什么太卡住的地方 然后这里注意三分之一就好 好了 下一个细节 就是用手按线背的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 扔出去之后 在这个耳落地的时候 或者说在这个耳落水的时候 落水的一瞬间 用你的食指 把这里的线按一下 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按的话 这边的线呢 就会有很多在外面 比如说 我再把它耗出来 它就会搭打在你的杆的下面 你不把它按住的话 像在你下次收线背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很均匀的卷在线背上面 可能下面的那些不是很规整的地方 你就一起卷进去了 下面的一些比较轻浮的部分 你就一起卷在线背里面去了 这样就会导致你下一次抛走的时候 有可能仿车轮你都会炸线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为了我们要避免仿车轮都炸线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尽量再让它的线 不要有太多的那种搭了下来 抛头的时候 1分之1卡住 打开 抛出去 按一下 这样呢 你的线就不会有太轻浮的搭在这里 对吧 你下次卷的时候呢 它就会更紧密地收在你的线背上面 避免炸线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要求在落水的时候 按一下就好了 这样你的线就不会搭下来 那当你进阶了之后 闲除了之后呢 实质也可以当成一部分的刹车 但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你就又不需要追求到那样 你就落水的时候 把它按一下 避免这线搭了下来就OK了 这样呢 可以很有效的避免防车轮炸线的问题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 抛完了之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第三步就是开始卷线 抛出去是这样的 然后收线的时候怎么样做呢 看你的前面 就好了 所有的防车轮的设计都是这样的 你打开了之后呢 一旦开始卷 它就会自动收过来 按在这里卷的时候呢 有一点就是 打开的时候把它卷回去呢 就是你不用慢慢的卷 就这样 啪的一下 就把它卷回来了 就OK了 一二啪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样一卷就好 一二啪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细节就是 大概我们的耳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拉线了 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他是会用手 他是会用手去拉这个线 这是最错误的办法 要拉这个线呢 我们只用摸到这个线背 然后这里是他的线的地方 对吧 转一下过来 然后用手拉住 然后打开 然后炮头 试着按住 按住完了之后呢 一二三 就这么一个过程 再来完整的一次哈 卷上来 转到顶着位置 找到线背 转过来 三分之一 按住 打开 炮头 按 好的 这样练习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尽量找一处空地 就像我这样找一处空地练习就好了 尽量不要去现场钓鱼的时候再练 因为钓鱼的时候呢 有很多东西干绕你 你会实际想要钓鱼 然后你再找鱼 你没有练娴熟就直接去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起到训练的作用 所以呢 最好找到一处空地 然后这样自己先练一下 到时候呢 再去了实际的钓场 你就会比别人更娴熟一点 几个小细节 第一 用手指三分之一的地方按 当然你是左撇子的话 就是在一半的位置 就不要再用第一指节去扣了 因为你放线的时机很难掌握 落水的时候呢 用你的食指按一下 这样可以避免炸线 好的 这么两个细节 加上我刚才的这个步骤 大家有没有记清楚呢 我的频道是在日本做绿亚钓鱼的 并且在过程当中 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所积累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并且点赞本视频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